看一部电影提百万人生 这里是唐司令书电影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 2020奥斯卡最佳短片动画提名 不忘我 年老的路易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 起初他只是不记得什么是胡椒粉 不记得自己的岳母已经去世了20年 不记得吃香蕉的时候要剥皮 却仍记得自己喜欢的长片 记得给自己养的鱼喂食 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手机在他眼里成为了流动的液体 还会以水珠形式慢慢挥发 医生也没有了正常模样 当对方问他今年是哪一年的时候 他会理直气壮地说是1965年 还觉得医生不应该问他这么蠢的问题 又不知道过了多久 那时的路易也意识到 自己的记忆在渐渐衰退 他开始用便签给身边的事物做好标记 时钟 大字机 收纳盒 一些日常会用到的物件 他都记不起来了 有时他的情绪会变得反复无常 妻子米歇尔也只能狠下心 把他锁在房间 然后再躲到客厅以泪洗脸 再后来 鱼缸里的鱼因为忘记喂食都死掉了 想要听歌 却忘记了怎么使用 他过上了便利贴提示的生活 却也陷入了对便利贴掉落的恐惧 便利贴掉落后的世界 对他来说就是一片黑暗 某天 路易一个人在厕所里抱怨起来 怎么自家浴室都还有别人 米歇尔看了后很震惊 那个人不就是你吗 路易愣了几秒 嘉宜说他刚才只是开玩笑 他怎么会连自己也不认识呢 路易骗了米歇尔 如果连自己都能被忘记的话 那他活着该多没有意义 一想到此 路易就拿起手枪轮廓般的物体 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只是 那只是一个吹风机 如果画作能用来记录 那他对米歇尔的画像 就是一个记忆衰退的过程 从清晰的轮廓到模糊的边界 他连米歇尔的记忆都在倒退 别人就更不用说了 在一次家庭聚会上 为了不让后背面担心 他尽量都在当化 殊不知他眼里的儿子 孙子都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镜头并没有给儿子离开的画面 只是固定在这个重新装上甲鱼的浴缸 画外音却传来儿子门口的闲聊 妈妈说得太狂张了 他脑子还是很清醒 依旧和以前一样幽默 再后来 他放弃了米歇尔 掉满一地便利贴的卧室里 来了一位打扫的女人 路易问他是不是清洁工 女人说他是清洁工 也是厨师 还是护士 路易自言自语着 他妻子下班后就会来接他了 可是现在天黑了 他都还没来 他担心他把自己忘了 女人告诉他 他一定会来的 路易转过身望向女人 认不住夸他很漂亮 还想为他做一幅画像 然而他连作画工具都已经忘记 索性就用手画了起来 他照着女人的样子画 他却虚秒地直升不连贯的轮廓 女人走过来想清他 路易立马阻止了他 他是有妻子的人 他不能这样做 听到此的女人默默流下了眼泪 路易用手帮他擦拭 却也留下了颜料的痕迹 他邀请女人共舞 盘问起他的家庭 就像是他们第一次认识那般 然而这并没有像以前那般 会重新看起他们的故事 而是终结 伴随着舞蹈的结束 眼前的女人 以蓝白色水珠的形式 迅速升入上空 他终究还是忘了它 这是一部法国的定格动画 与我们所看的二次元动画不同的是 它是通过黏土形式 打造的立体人物 影片的故事 理解起来很简单 就是讲一位患上老年痴呆症的老人 自己渐渐忘记的故事 可它为何会如何打动人心呢 我想可能是我们每个人都害怕忘记吧 从一开始忘记身边日常 到忘记自己的兴趣爱好 再到忘记自己的所爱 这个过程是个有浅入深 也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 小时候我们喜欢在同学路上 对即将分别的同学 写下勿忘我三个字 都是希望能被人挤得更久 记住代表着牵挂 记忆代表着羁绊 如果我们丢失了这些东西 那活在这个世上干是多么的孤独 除此之外 我很喜欢这部作品的转场方式 例如 路易看到液体的手机 以水珠形式飞入上方的时候 水珠的黑色放大到屏幕 顺其自然来了一场黑色过渡 之后 路易在床边敢一声和米歇尔说话 这里本来是隔着窗户 看外面的镜头 下一秒 却成为了路易胸口的投影 暗示那时候的路易 心里有米歇尔 还没有把他忘记掉 继续跟着镜头外拉 这里还致敬了梵高的星空 如漩涡般流动的场景 揭露了路易心中的迷茫 导演对人物的刻画也特别的细致 一开始 路易和米歇尔都是线条明显的形象 可是越到举情后面 病情严重的时候 路易的表面直接被抹平了 至于米歇尔 只剩下不连贯的轮廓 暗示路易不仅在忘记自己 也在忘记米歇尔 最感动的是 当他忘记了米歇尔的样子后 依然是爱着自己妻子 不肯和那位他夸赞漂亮的女人亲近 殊不知 那个女人就是米歇尔本人 不知道他当时的落泪 是感动路易为自己坚守内心 还是心疼他把自己也忘记了 那种无奈 才是最令人心碎的地方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